丽莎姐也很被难为 你们俩这么多年了 她一个女人 然后在这个年龄 然后呢 就因为你的这种 你说的真的是没问题 但是被这个 看似很理性的事情 然后呢 就要把这么多年的 深厚的感情割舍 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打麻将也好 因为什么原因也好 反正你自己 自己顾自己吧 你要是这样的话 她怎么办 但是如果我相信她 这么年之后她又 我真的不能不去打麻将 那时候 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呢 我不会再用同一个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能用这个方法 这是我从我家里面的阳台 里面跳下去 我是她的丈夫 居然不能够叫她 去处理掉一个 那么严重的问题 无力感 非常无力 那时候她进医院去 那我刚好也是 要排练舞台剧的 然后台词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朋友 那老朋友 你老婆呢 然后我四个女儿 就会马上回答 死掉了 然后我就常常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她真的死掉的话 我会疯掉了 我真的会疯掉 这样吧 丽莎姐 打麻将和失去艾伟哥 你选一个吧 我觉得她那儿跳不开了 要不然你就不打了吧 现在是 现在是 那丽莎姐想离婚吗 我当年不想 从来都不想 如果要重生选择 当然我选择我老公 艾伟哥 你以前是不是特别宠丽莎姐 是啊 你知道因为你宠她 她会觉得 我不会离开她 对 所以 这个我也有想过 对 突然有一天 你认真的时候 她没有反应过来 真的没有反应过 丽莎姐其实就是一个 她其实还有个少女心 我们就说 其实她被艾伟哥 保护得挺好的 就是这招很有用 但是也很 也不算是一招 就是因为你仅有的这个办法吧 你仅有的这个办法 是肯定有效的 但是 会很效 不效的 这个只能把我从那个 顺窩里面拉出来 对 救不了她 我一直在判断你是不是不爱了 就是你在找别的借口离开她 但是 我能确定的一点就是现在你还是 爱她 有多恨就有多爱 刚才那个恶恨的预期 可是 有点像绝哥要训过我 对 其实她那有点像咱们父母 我就从来都说 你不能熬夜 你要按点吃饭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呀 就是因为 对这个爱太有安全感了 太有安全感了 那个爱 对 但你也要反应自己 你是怎么把丽莎姐 灌成这样的 我成这样的 对 对 对 我被这个事儿买单了 现在就是 其实她表现得最柔和 反而是她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就是她有病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 老公我忽然间觉得你 好好啊 好靓仔啊 好靓仔 是不是打了麻药啊 但是那时候我更担心 糟糕 她的病真的很 不行了 她都觉得我那样宅了 很严重啊 但是确实看着 今天第三天 艾薇哥每天都在一点点 一点点的松动 在松动 在松动 嗯